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都是學習古典的演奏家 但是古典音樂是我們努力追求的一個精神 但是我回到臺灣 我怎麼樣透過我們的音樂的專長 透過當代的科技跨領域這樣的一個呈現 能夠去說出我們臺灣自己的這些人文元素 美好的這些價值 所以這也是我們這幾年非常努力 在作為我們的一個創作的一個精神 就是帶出臺灣的人文美好 哇這個完全有一個重量的帳 這個開完之後完全提醒式的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大自然是一個虛的空間 但是心靈空間我覺得變輕了 但是其實精準度變高了 就是看起來很隨意可是那個夏畢業 因為他不是用那個累積式的 的相反營廟這個做法 那所以我在想怎麼去面對幾個空間舞台 空間上要解決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邊界的模糊 第二個是金跟重 第三是虛一式這樣 對 舞台上上面的這個一共建的部分 我們打了很多孔在上面 因為老師一開始創造的畫作裡面有很多的這個燭光 燭光代表這是一個希望 所以在百里廟上面是更多的一個燭光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種心靈空間希望這個事情表達出來 但我剛才講實跟虛 就是說這樣看起來這個是實體 就是目前看到這個角度 但是在我們舞台的這個轉變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把它轉過來 那轉過來它就會變成一個像個洞穴這樣的一個虛空間 所以我們應用這樣的一個做法去表達 老師畫作裡面的一個主要概念 輕的構建會從上部慢慢降下來 代表在教堂一個像浩瀚天空一個位置的一個力量 去表達老師這個巴黎聖明院的一個創作精神 那到最後一幕的這個影哭的時候 我們會讓它舞台變得很乾淨 就是評論家曾經評論老師講的 在海鈴廟 老師是用堆積的方式 然後到了鹽谷是完全的放空 回到大自然 回到一切最純淨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大概會利用這個三個構建 在每一個場景裡面去表達老師 去表達老師 然後做創作的一個精神 對於觀眾進來的時候 他實際上會經歷六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剛剛各位看到的序曲 會有一個想請手 跟一個變身的波的一個空間感 進到一個全黑的狀態 讓觀眾從聽覺開始進入到精神性 然後會進到第二幕 第二幕是巴黎聖明院 有一次老師在服裝時期的作品 那那個時候 我們在團隊想像的討論裡面 我們就會用太空這個想像來做出發 然後你會看到一個大靈驚手 懸佈在太空裡面做這個演奏 然後再來就會進到這個太空裡 有一座聖明院 然後我們就會在聖明院去面對我們精神性 這個完了之後 我們會進到百年廟 所以其中一個構建 我們就會把它變成是一個 從百年那個累積的精神感 然後這個廟 是在講的事情是一個歸屬 一個我跟家鄉之間的歸屬感 這件事情的百年廟 來產生一個跟我們比較有關係的 跟我們的文化有關的顏色 跟我們文化有關的一些語繪的工作 然後讓百年廟這整個過程 就好像是一個在金色裡面完成的一個作品 到了百年廟之後 下一個是比比利安子夢 是一個像是夏天的 夏天打開的 就是一種生命力的綻放 所以你會看到剛剛很多花朵綻放 舞者的旋轉 從岩石上面 像那個跳到佛裡面的那樣子的生命力 它是一個在闪述一個生命的過程 但是完了之後 我們進到一個非常神聖 非常有一點超現實的空間 你會看到這三個構建 在非常漂亮的速度裡面 構成一個老師的這個立體作品 一個高六人類需要仰望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作品就會直接在台上 從石的變成虛的 就會從內部發光 然後所有的樂手 包括表演者 包括舞者 包括樂手 都會起身 在這個所謂的這個超現實的空間裡面 進行一個漫步 結束之後 我們今天最後一張是螢幕 所以這個巨大幣作品會拆解 會離開 人也會離開 所有東西會變得空 所以我就回應了 是這個螢幕的作品 所以這次你是誰 在一起 最大的蛮餅 在一起 這個優惠 傑 也像那個 那些歌 有視頻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